好 那我们今天最新消息就要带你来看到了美国第一家庭 最近多了一位新成员 就是这个白宫的新宠儿 是一只可爱的葡萄牙水猎犬 但是您知道吗 这只水猎犬呢在台湾它是有亲戚的哦 这是由台大兽医系助教饲养的这一只狗狗 它的名字叫黑咪 不但和欧巴马的爱狗一模一样 而且在台湾非常的稀有 全台湾就只有这么一只 黑咪 活泼的跑来跑去 在草地上玩得不亦乐乎 农民卷毛黑中带点白的毛色 是不是觉得它长得有点熟悉呢 这个是什么 蛮好戒指吗 牧羊犬吗 你不知道 好可爱 可爱模样总让路人们猜了又猜 其实这只叫做黑咪的可爱狗狗 跟美国总统欧巴马爱犬的品种一模一样 已经九岁的黑咪个性相当活泼 让人非常喜爱 和欧巴马爱犬一样 黑咪属于葡萄牙水犬 这种品种的狗狗 其实是葡萄牙渔民培养出的工作犬 不但具有优秀的潜水与游泳能力 还可以驱赶鱼群 甚至传递物品到邻近的船只 但因为台湾天气湿热不适合饲养 黑咪的主人说 还没在国内看过相同的犬种 本身因为就是说很会游泳的关系 所以叫做水犬 它的这个尾巴 就好像我们这个 这个船的舵 然后它四肢的毛非常浓密 就像船的这个 我们划船的船桨一样 可爱的黑咪个性乖巧温馴 因此常常担任 授音系学生的亲善大使 替流浪狗狗募款 葡萄牙水犬 在欧巴马的加持下声名大噪 现在连台湾的黑咪也跟着沾光 中天新闻季云台北综合报道